认为未来必定美好,是对无知自己的欺骗。 这是印在一个古旧后世的笔记本飞页上的文字,是刚刚离时父亲送给我的,重温这些文字的我,此时正坐在街边一家,苍蝇乱飞的面殿里。 那个人就是这时候走进来的,也没有问我一下,就坐在我桌子的对面。 你好,我来自2244年。 哦,我简单地回了一句,来人用特别清澈,这个时代很难见到的一双水一样的大眼睛汪汪着我,这让我觉得自己说错了什么。 是不是我应该表示一下惊讶才好? 也不是,按着常理,一般人都是问我一些未来啊什么的。 好吧,你能告诉我下期彩票的中奖号码吗? 抱歉,我们那个时代人人都很幸福,不关心金钱啊,彩票什么的。 那么,你能告诉我,下一个赚大钱的行业是什么吗? 我不是已经说了吗?我们人人幸福,不关心金钱啊什么的。 那他妈的,你来这里干什么? 气恼得我开始骂大街了。 主要是期望你们也能感受到幸福,我来这里主要是来送温暖的,给你们这些,我们称之为末世代的人种下信念的种子。 我可没有这种思考哲学问题的先情。 我正准备让他离开时,张强从门外的街边溜达过来,他看了看店里。 此时,来自2244年的人挡住了他的视线。 我的债主理,张强其实只能算得上是一个小咖。 为了父亲的病,我卖了房,卖了车,借了大大小小,可以借到的高利贷,人情债,连老婆也跑了。 此时遇到2244年的人,或许是上天给我指明了新的方向吧。 你能带我到2244年吗? 当然,什么时候走? 现在可以吗? 当然可以了。 我有点喜出望外,真不敢相信可以这样轻易地离开这个没有希望的时代。 是啊,未来人称我们为末世代人,看来是有道理的。 2244年的人带我上了一辆车,外表普通的像一辆随时会被警察没收的电瓶车。 不过车开起来后,感到一切都在飞逝的模模糊糊中,连一点白噪音都听不到。 惬意地我养了养搏梗,找了一个舒适的位置,安放我疲倦的脑袋。 走向未来的时间里,你可不可以讲一些你们年代幸福的故事? 可以啊,其实幸福的生活都是一样的,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。 我们只要每天遵守八世代将军的教会,诵读他老人家的语录就可以了。 什么什么?你等等,谁是八世代将军? 说出他老人家的名字是不尽的,这是天将伟人的,第八代世孙。 我们都尊称他为八世代将军。 等等,他是不是姓金? 看来我找对了人,你就是八世代将军称赞的,可以教育好的末世代的人。 靠,请你把我送回去好吗? 对不起,这车开起来就不能停了,只能到2244年。 到了终点,能把我再送回来吗? 不行,你要么生活在八世代将军光辉照耀下,要么就会被送到地下挖煤去。 此时,我觉得能够被我的债主狂殴都是一种幸福。 想杀人的我,看到眼前闪现出笔记本飞页上的文字。 认为未来必定美好,是对无知自己的谋杀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